作为国会本周通过的综合支出方案的一部分 美国参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 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 美国参议员鲁比欧欢呼要在支持自由西藏的同时 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 鲁比欧支持一项规定 要求国务卿在颁布后90天内 确定是否对东都决散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手术群体的成员进行破坏 构成暴行 在今年早些时候 鲁比欧在其维吾尔强暴劳动预防法中加入了类似的措辞 鲁比欧说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中共在东都决散对维吾尔族和其他主要穆斯林手术民族的恐怖和系统的侵犯人权和犯罪行为 现在是美国政府明确评估证据并正式确定暴行的时候了 鲁比欧强调 2021年继续需要努力通过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 特别是需要确定这种强迫劳动的性质 他说 中国共产党正在通过各种罪行挑战21世纪和世界民主 因此继续在这方面开展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在有无所高效被美国增布的实体制裁清单 至此中国的国防妻子全部入选 被列入制裁清单之后 从美国企业进口产品虚货美国当局的批准 形同技术封锁 美国商务部就因侵犯人权南海军事化 和窃取美国商业秘密 而将数十个中国实体发表声明 这妻子除最新上榜的北京理工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之外 还有上次入选的西北工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浩尔滨工业大学 浩尔滨工程大学 据介绍 上述高校分别参与中国军工 兵器、装备、航天、电子信息、化工与材料等项目 据介绍为美国列入实体制裁清单的企业或高校 如从美国企业进口产品 需经美国当局的批准 形同技术制裁 中国通过刑法修正案 将刑事责任年龄由14岁下调至12岁 据中国影视新闻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12月26日表节通过刑法修正案 其中规定已满12周岁 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罪 故意伤害罪 致人死亡 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 致人重伤或者严重残疾 情节恶劣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据中国最高检察院的一份报告 近年来一些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恶行犯罪案件 对被害人和社会造成严重伤害 阿富汗情报当局称 他们捣毁了一个与恐怖组织有关的中国间谍小组 使命中国光明被捕 其中至少两人与塔利班分支恐怖组织 哈喀尼网络有关系 喀布尔当局要求北京道歉 印度时报引述阿富汗外交官和国家安全官员 的消息指阿富汗国家安全局 本月中突袭扣押10名中国公民 指控他们在首都喀布尔 从事间谍和恐怖活动 并与中共国安有关 报道说这是阿富汗当局多年来 首次以间谍罪逮捕中国人 阿富汗当局此次逮捕行动中 破获了枪械、弹药和绿氨酮粉末 以及其他罪证 其中一名被捕者承认为中共情报机构搜集情报 日本出现两起冠病变种病毒株感染病例后 决定全面禁止所有非公民入境五周 共同社报道 这项措施将从12月28日起实施 直到2021年1月底 声明中指出 将对在日本拥有拘留症的外国人和日本公民实行检疫 并指出将与包括中国和韩国在内的11个国家和地区 进行商务旅行安排 日本厚生劳动部宣布 在该国机场隔离检疫的五人中 发现了传播速度更快的变形病毒 该人有前往英国的旅行室 未经许可,女性 岁月